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讨厌你干的关上 小庄 小庄 你冷静点 沉住气 小庄 沉住气 小庄 沉住气 小庄 多好听的音乐 你怎么了 赶紧把风音乐关了 扔扔个屁 我告诉你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我求求你就别问了 快把音乐关了 还不行吗 你要是不交代我 就很快 我好快 老吴 赶紧把你遭音乐关了 小庄 小庄 你不要冲动嘛 你今天要是不愿意讲 咱们改天再说 好吧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宵夜 给你压压惊 我要回家 那怎么行啊 不管这件事情发生没发生 饭总是要吃的嘛 我一定要回去 你就这样走了 我们怎么能放心呢 我真的没事 回家就好了 哎呀小庄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吃完了夜宵 咱们还可以一起去征丧拿 让身心都彻底的放松一下吧 我不行 求你们快回去吧 老吴 算了吧 你就让人回家吧 你干嘛呀 他就这样一个人让他回家了 万一他要想不开出点什么事 谁负责呀 哎呀有人根本就没事 是不小庄啊 啊 老吴 老吴 要不然我先送小庄回去 江丽 我要早知道是这样 我大晚上出来我干嘛来了我 不是 人都这样了 你还想干嘛呀 我不干嘛呀 我就觉得挺对不起人家的 我想请小庄吃宵夜 给他赔礼道歉 谢谢您了 吴经理 您也没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有什么好道歉的 我真的没事 您就让江丽送我回去就行了 老吴 你要不愿意送 那我先送小庄回去 谁不愿意送啊 江丽你下车 小庄我送你回家啊 那还是让江丽送我吧 小庄 小庄 你 这有什么老婆啊 我先送小庄回家吧 江丽 你明天可以不到公司来上班呢 你 你不会像许妮那样吧 都想哪儿啊 不过吧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许妮 一个巴掌拍不行啊 你要不当意跟许妮回家 他也不可能有可乘之机啊 对不对 你还记我愁了 那我正式向你道歉还不行 跟我回家吧 啊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 看把你给吓了 我说跟你开玩笑 试探试探你 你要真答应了跟我回家 那你可太让我失望了 真的吗 骗你我的分子 没看刚才五里维没别好皮 我一劲掩护你脱身来了 今天谢谢你啊 那我就先回家了 这么晚了 你们家人都睡了吗 哦 没关系 我有钥匙 明天还上班吗 不上啊 咱也调好公司来得了 排你们公司呢 你们今天那五种 不是已经把你开除了吗 你听你压了呢 这公司不是他一人都说了算 那你们公司真的要拍片啊 骗你我孙子 最近这个修改剧本呢 里边一人物特适合你 那我回家得跟我妈商量一下 要不然我跟你妈说去 改天再说吧 太晚了我得回去了 那什么事 那什么事 你们亲你一下啊 嗯 嗯 爱的是吧 我向毛细胞人就亲你一下啊 啊 就一下 嗯 嗯 那 那好吧 就亲一下啊 那我走了 疼吗 没事 你要当心点啊 嗯 咳咳这回肠吗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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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我昨天失身了吗 这钱是怎么回事 是老板留给你的 这舒贤也太见外了 这么多钱让我怎么花呀 他走的时候交代过 让你去买身像样的衣服 我这身休闲装挺好 还买什么呀 舒贤就是再有钱 我也不能让他为我破费 这个家呀 我得替他把着点 你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这衣服你必须得去买 起来吃早饭吧 我们老板今天要带你 去出席一个特重要的活动 他已经在饭店等你了 等会儿 给 拿着吧 你这是干什么呀 没事 是不是嫌少啊 拿着吧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没事 你就拿着吧 这点小费对你来讲可能不算什么 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 你按钱马后的把书嫌伺候得这么周到 我还得好好感谢你 我怎么能拿这种钱呢 笑话 不是 哪一种钱呀 不干净的钱 怎么不干净了 谁 人气呢 对不起 请勿西安 我发现你运气够好的啊 幸亏你跟了书嫌 你仍戏有美金 谁说美金 是没人给我这机会 机会是靠自己去创造的 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呢 你给我这机会 我还不知道上哪儿找机会去 我还不知道上哪儿找机会去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你不是已经寻找到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 我不明白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我是真的喜欢你们老板 你以为我们老板的零花钱是这么好扎的 你也知道什么叫扎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你们这样人我见多了 为了拍戏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我可不是那样人啊 我告诉你 昨晚上你们老板非要给我钱投资拍戏 都被我婉言拒绝了 哎 你们老板到底趁多少个呢 哎 不是 我只是随便问问 你要是不愿意说你就 说出来怕把你给吓着 其实也没多少 就看跟谁比 那要是跟那歌星王菲比 王菲怎么能跟我们老板比 那要是跟李嘉诚比呢 李嘉诚算什么呀 那要是跟比尔盖茨比呢 我们老板怎么能跟比尔盖茨比呢 怎么说人家也是世界首富 我说的也是 那你们老板的财富怎么着也得排世界前一百位了吧 你是真想知道啊 无所谓 那我对实话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哎 怎么样 咱俩作弊交易吧 什么交易 事成之后啊 我最损了也得把你给捧成一林心如 林心如算什么呀 我怎么着也得成为一个艺术家吧 呦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抱负呢 燕雀安之洪湖之至啊 感情咱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那咱就算成交了啊 你少收买我 小心我揭穿你的阴谋 哼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想威胁我 算了 我看你跟舒贤这么忠心耿耿的 我也就不考验你了 哼 你甭给我施美人气 我不吃你这套 我怀疑你啊 是受某组织委派 打进王淑贤家来长期卧底的吧 我知道你怕我长期守在王淑贤身边 耽误你的大事儿 咱俩正相反 咱俩正相反 这一层全都是名牌时装店 你自己慢慢逛吧 你不陪我了 我还有事要办 一会你购完物之后呢 直接到顶层的总口套房等着 这是房门钥匙 好 有人吗 我能效劳吗 我只是随便看看 你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我想 你店里的东西挺漂亮的 谢谢夸奖 这套西装多少钱啊 我想它不适合你 我没问它是否适合我 我是问它多少钱 这套西装多少钱王淑 它非常贵 听见了吗 它非常贵 贵也得有个价钱吧 你有价吗 我想你大概走错地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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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只有在楼上住的客人才能使用电梯 我就是住这儿的客人 你住这儿 有钥匙吗 我就住1818啊 没有反卡 你一个人住啊 我和我朋友 你朋友 哪位啊 王淑贤 王淑贤 王淑贤女士 不过我朋友 请您跟我来一趟啊 这什么名字啊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您想我叫什么 我没跟你开玩笑 不小弟 谢谢您 菲先生 王淑贤 王淑贤女士啊 是我们本店的特殊客人 我们总是把特殊客人当成自己的朋友 我们知道王女士没有男客和她同住 因此建议您呢 这种额外的客人应该去服务台登记一下 当然了 您既然是王女士的朋友也可以例外嘛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王淑贤女士的亲家 对 我想也是 那你一定是她的 我是她男朋友 当然了 要不你怎么会有她房间的钥匙啊 我们只是想建议 以后来我们的饭店 您穿的合适 得体点 好了 没什么事了 我是想买服装来着 可是他们不肯卖我呀 你看 我这有的是钱 大把子见过吗 你想报警啊 你尽管报吧 请你带我问他们好 喂 服装部啊 我是胡经理 请你帮个忙 这有一个费先生 是本店贵宾王淑贤女士的男朋友 他急需买一些 西装 王老板 你好 王老板 有事 费先生让我转告您 他在酒吧等您 谢谢啊 不客气 你怎么又珊珊来吃啊 喝 真是麻区变疯狂了嘛 您显得很 咱们吃饭呢 我今天啊 要给你一个惊喜 你挺会买衣服的嘛 不过我没想到你只买一套 没我想象的那么过一天的 我没那么大兴趣 为什么 男人都不喜欢买东西啊 那倒不是 那帮店员特市里 是吗 嗯 好 还有点时间 我带您买衣服去 走 哎 我发现别人都在看我呀 哎 那也不是在看你 看我呢 书姐 嗯 我一进服装店就头晕 咱往上回吧 哎 手里拿着信用卡 进去就不会头晕 进去去去去去去 您好 您要再选一些衣服 没错 看见他了吗 是的 你这儿有像他这么帅的东西吗 有 哦不是 我是说 嗯 我这儿有他想要的漂亮衣服 哦 那好 我今天想在你这儿消费一大笔钱 希望你多派的人手过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您可算找对地儿了 您看 这里面有的款式 我们这儿都有 您呢 就可以在这儿尽情享受 你们这儿有什么 就进房网里拿 这太没问题了 嗯 刚才您说在这儿花一大笔钱 究竟有多大 如果我们店的货要是不够的话 我可以从外面给您再调 这要看他的兴趣了 我可以从外面给你 我可以从外面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就这样吧 请问 要发票吗 要 走礼品呢 还是走剧组 走礼品 走剧组 你看 我们这么多东西 您放心 我让他们给你送家去 你还记得我吗 抱歉 不记得了 我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个 你还不肯为我服务 我想你们大概是提尘吧 是啊 那你可犯了一个特大特大的错误 瞧见没有 我还要去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现在怎么净见这些爆发户 来 书姐 嗯 我要知道是自助餐 就该把吴丽萍叫来 她一见三文鱼就没命 我已经把她叫来了 哦 你说要给我的惊喜就是这个 这对你来说还能算惊喜啊 不是 那到底什么是惊喜啊 我真的不骗你 快来吧 挂了啊 嗨 来 宝贝儿 哟 漂亮男人来了 我把叔叔给你们带来吧 快叫废叔叔好 废叔叔好 他们在问你好 好好好 不是 舒贤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说了你还能惊喜啊 第一次跟孩子见面 说什么也得买点见面礼啊 这空着手多不合适啊 没什么不合适的被坐下来 就是 你有这份心就行了啊 李萍 刚才我还跟叔贤念叨你来什么 就是李萍 人家废小弟老是想着你 说你啊 最喜欢吃三文鱼了 他就会来这家没三道的 你听他的呢 白叔叔啊 你应该和我认得不太远了 你说啊 他说啊 你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阿玥 跟叔叔讲普通话 我跟我们合适啊 阿玥 不许跟叔叔这样没礼貌 干嘛呀 还是个孩子呢 他喜欢说什么你就让他说呗 多找我一文外语 有什么不好的呀 以后不许对孩子那么凶啊 你真的叫我妈妈跟我爱 不是说什么 他说啊 不许你对他妈妈那么凶 李萍你别下班啊 他翻得没错 这孩子真可爱啊 还挺像着你的 毕竟是雪浓雨水啊 王悦 你刚才说这叔叔 怎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 我以为他问是冰冰的我 没想到他打扮你 好像香港黑社会的大佬啊 李萍 你快翻啊 合途我今天是来给你当翻译的 阿玥 你给他翻吧 我得先去拿点吃的 李萍 急什么啊 这儿的三文鱼管高 阿玥 他们刚才说什么呢 他说你非常像香港黑社会的老大 是吗 你别介意啊 我女儿啊 在香港看那些黑社会的警匪片太多了 王月 叔叔下面正准备写一个 关于黑社会绑架的剧本呢 我有综一台邦歌的警匪片 她说她不喜欢看这类影片 就是 还是不要给孩子灌输这些东西 对对 叔叔现在正在写一个青春偶像剧呢 你们准喜欢 我不中意啊 她说她不喜欢 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片子呀 我呢给周云里的大陆给一个 风格和水片 她说她蛮喜欢大陆拍的那个 关于绑架的和水片 叔叔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叔贤 你应该尽快把孩子接到北京来上学 今后我们就可以和孩子朝夕相处 而且我还能教他们说普通话 我希望他们还是在香港待着 在香港能学出什么好来啊 而且你长期把孩子放在香港你就放心 那有什么不放心的 再说那边有我表弟阿兴照顾他们 妈咪啊 我学校服工科外医 我担心哪天孩子别让香港黑社会给绑架了 你瞎说什么呀 这孩子听得多不好 你也是一拍绑架和水片的 哥迪安康阿兴吗 他问你 认识拍那些绑架和水片的人吗 他当然认识吧 他怎么会带我们去的哥迪啊 他想见见他们 你们想见他们干吗呀 没见 见了以后你们一定会很失望的 孩子想见 你就想办法让他们见见呗 能让他们失望也好啊 不是 他们这些人啊 最近都不在北京 全到外地躲雷去了 他们也扛雷啊 你以为就你们做生意的爱品雷呢 他们这些人的雷啊 不比你们少 到处扎人钱拍戏不还 我可没雷啊 不愧是你有雷吧 我怎么会有呢 妈咪啊 大陆是不是有很多地雷啊 你要小心点啊 没事的 好孩子 快吃饭吧 吃完饭啊 妈妈和叔叔带你们去长城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他们啊 不是说好了 是来看废叔叔的吗 听话 他有没有好看啊 我听话 妈妈明天就让你们回香港 阿英 她们说什么呢 看来我得学鸟语了 就在下面呢 你可千万别把我出卖了啊 哪能呢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晚上让我请你吃饭 免了吧 吴大记者 以后可不可以少写点 诽谤我的文章啊 我那是善意的批评 你都没说到点上 就你们抢银行那情节 不就是剽窃人美国电影 到火线里的吗 呦 还真懂点电影啊 你以为就你懂电影啊 快去吧 不许动手啊 我赵立成没那么差的修养 呦 这不是废大编剧吗 你是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两年前我买了你一个电视剧的版权 你后来背着我把它卖给别人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年头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长得也越来越像了 赵导演 你没见我们正在吃饭吗 没事 你们吃你们的 别扫了你们家人团聚的兴 吃 吃 费小弟 你就给我装孙子吧 今儿你要不把欠我的钱还了 你就甭想离开这儿 我说立成咱有话好好说 要不咱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 少废话 还钱 他欠你多少钱 我说舒贤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自己能解决 走立成咱俩出去说 王老板 瞧您认识的这些人 全是骗子的 怎么说话呢你 阿英 你带着换换他们先回房间去 走 我想听听 他到底欠你多少钱 我当时付给他八万块钱 买的电视剧的拍摄版权 可是合同期都过了 也没见你拍呀 我只好把它卖给别人了 你别忘了 咱俩签的是两年的期限 期限没到你就卖给别人了 我能看看合同吗 当然可以 这是怎么了 这样吧 八万块钱我替他还了 这哪行啊 你要这么做我就真的 傅小弟 你欠谁八万块钱啊 八万块钱 可是前些年的概念了 就是搁在银行里的生利息 也能生出不少钱呢 您是做生意的 应该比我们儿轻啊 霓天 我求你了还不行 咱俩外面说的好吗 那老弟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呢 你不是说 我要早知道这样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连本带利还我十六万 咱俩就算轻了 你这不是敲诈勒索吗 要不这样行吗 我先给你打一白条 你当这是给乡村民办教师发工资呢 都别说了 行 这钱我都给你 非小弟 你不是说你没雷吗 真是狗兽主人羞丢人 哎 等着陷进哪儿啊 赵丽诚 你别欺人太甚啊 你要是敢拿他一分钱 我跟你没完 行了 别时张生事的了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我也不能让舒贤替我还这道钱呀 我还是男人吗我 是男人你当初就不应该欠人钱 是男人先把单买了吧 请问哪位买单 这单我买行了吧 把单给我 我可以签单 请问您有住房卡吗 我有钥匙我就住1818 对不起先生 就凭这个我们是不允许签单的 丽评 看见了吧 这就叫强倒众人推 骨魄众人锤 你跟我打这赌可是输了啊 那不一定 人书嫌也没说不理我呀 你可真是驴肚子也拉不出马份来 哎哎 丽评 你干嘛去 你喜欢这个派对吗 好晚安 你好 哎 你们那电视剧怎么还没开拍啊 快了快了 顺子 你得给我们拉点赞助啊 我上哪儿拉去啊 你不是有一舅舅特有钱吗 我舅舅谁是呢 永远都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那你就得见什么兔子才能撒婴啊 我舅舅跟你一毛病 喜欢明星 那好吧 顺子 你先下 请进 是吗 你还敲什么门啊 哪天咱俩个切盘去啊 我让你一百四十七度 你就吹吧 那哼哼哩也不敢让我这么多度 你找你那德行 老伯 找什么呢 你的计划书不见了 我 我这 那个什么 知道了 是不是找我辞职报告呢 你辞职报告我早批了 批了就好 那就别找了 哎 待会儿咱俩切碗手练啊 不是 我这离不开啊 你没看我这公司好多事等我处理呢 哎呀 走吧 劳逸结合嘛 不是 要不然你先去 我一会儿找你 别去啊 万一你要不来呢 你放心 我肯定去 我又托人从英国带了根球杆回来 上面还有代厂长的签名呢 你不想看看 是吗 是吗 我碍你事了吧 没事 没事 老伯 嗯 这可是英国名牌 Really 你要喜欢你就先拿去用 这 这是真 Really 绝对啊 哎 不信待会儿你拿去试试这样 那谢谢你了 甭客气 哎 你要是觉得使得顺手 再给我钱也不晚 不是 你是来找我打球的 还是推销球杆的呀 你要是这么认为 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就不信 这么好的球杆没人掉 好 反正 有的是人要 你给我回来 你要真想要这球杆 我可以给你便宜点 你脚上穿的皮鞋谁的 我的呀 许宁 你跟我装什么孙子呀 你赶紧给我 给我脱下 有没有搞错 你的皮鞋怎么会穿到我脚上 废话 我昨晚是落你们家门口啊 呦 昨天晚上你上我们家去了 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 你有意思 一 三 八 八 八 哈喽 又是你啊 你伤怎么样了 别提了 昨晚送完你 一磨脸我又掉进去了 我说呢 你看这脸 肿成什么样了 你也是能不小心呢 都怪我当时注意力不集中 老想着和你依依不舍分手时候的情景 结果惨剧就发生了 都是我不好 这怎么能怪你呢 你千万别太自责了 你知道吗 有时候生离比死别还要痛苦 死别还要痛苦 你也有疼感啊 昨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也是啊 昨晚我辗辗粉测久久没有睡 我身上伤特疼 疼疼都不行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想我才睡不着呢 怎么不想啊 你知道吗 昨晚我刚掉地沟里的房子 一点没觉得哪儿疼 我反而有一种幸福感 为了这种幸福 我恨不得摔成残废了 那干嘛呀 你不会是自虐狂吧 这你是不懂了吧 一般热恋中的男人都有这种冲动 他们越是痛苦就越觉得幸福 有时候甚至为他们欣赏人 都宁愿自杀去 你可别 我都有点不敢接受你了 说真的就不 调我们公司去吧 咱俩多志同道合呀 你们公司的电视剧什么时候拍呀 估计快了 这不正找投资呢嘛 你们公司没钱投资啊 要有钱投资 你们公司还成立着公司干嘛呀 我先上班去了啊 你都说他这样子还上班啊 去请个假吧 我没有病假条 吴立委是不会批的 就你们公司 上班和不上班有什么区别啊 咱们可得正确对待自己啊 那我先上班去了啊 那你当心点自己的身体 别太累了 你就为了 他应该有钱 就仅立 vem 去吧 里平来了 舒晴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说我女儿被绑架了 是个男的 说先通知一声 等会儿她再打来 那你听她说话像什么口音呢 听不出了 她像有点妆 我说我要送她 你非要去呀 那我怎么没成你现在这模样了 这是事实吧 对吧 我得跟你好好谈谈了蒋米 你还年轻啊 很容易一冲动 就干出一些很荒唐的事来 人家庄文静还是一小姑娘呢 她万一要是赖上你一辈子 哼 我看你车上女雪伏司机怎么办 老吴 你这说什么呢 我也不是说你们的 你们就不能好好 跟人家废小弟学学啊 成天的不干正经事儿 再这么下去咱们公司可就该解散了 你们平时还老觉得我爱唠叨 我看我就是唠叨了太少了 你们知道现在群众私底下都议论咱们什么了吗 说什么呀 说咱们公司啊是白天文明不精神 晚上精神不文明 老吴 你说这群众该不会是你媳妇吧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给郭超打电话来的 没有啊 少废话 你给我严肃点啊 赶紧把鞋给我脱下来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请进 请进 老吴 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说呗 这儿又没外人 你就出来一下吧 我得单独跟你谈谈 去吧老吴 回头别再耽误了正经事儿 这个费小弟还干嘛搞这么神秘啊 那蒋丽和许妮都不是外人 是好事坏事儿 当然是好事儿了 快点啊 你看看人家费小弟 有好事就想着公司 你再瞧瞧你们俩 你哪怕有人家一半我也知足啊 真虚伪 不是 你们俩说什么 没说你呀 不是 你们以为我真愿意去啊 既然是费小弟找我有好事儿 我能不告诉你们吗 是不是你跟王淑贤的事儿有好消息啊 老吴 我想麻烦你点事儿 既然是好事儿还麻烦什么呀 你能借我点钱吗 不是 真的我现在连大低的钱都没了 那那什么 是要现金吗 支票也行啊 你可太会开玩笑了 就算我给你开了支票你也打不了低啊 来拿上 嫌少啊 不是一般的少 那你想要多少 那你想要多少啊 十六万 多少 老吴 我知道这个数目大了一点 可是咱们一定会有更多回报的呀 这就是你要找我说的好事儿了 对啊 你别看咱现在拿出去的是十六万 等将来咱 你甭跟我提将来 你要这钱干嘛用啊 还债啊 非小弟 你不是去贩毒吧 真是还债 我过去的一个剧本版权费得退给人家 哎 老吴 你就直当我拿我现在写的这些剧本做抵押贷款还不行吗 不是 那富婆有的是钱 你干嘛不找她要去 我要能管她要不就不找你了吗 没戏了 不是 老吴 非小弟 以后这种好事你别找我啊 我会想问你 我会想问你 这是 看什么书的 英语 你就是非小弟编剧吧 你怎么知道我呀 我听蒋丽说的 她说你特能写 你听她的呢 我就是胡编点东西 是凑混口饭吃 你看过我的东西吗 没有 幸亏你没看 其实我挺想看的 你还是别看的好 我那东西你看了以后会被吓着的 你指什么东西啊 以后有机会我会给你看的 哎 晚上咱一块吃饭呀 嗯 晚上我得去听课 真遗憾 那就下回再说 哎 为什么你们男的都喜欢主动请女孩吃饭呀 那我总不能一上来 就直接请你上床做爱吧 要我真恶心 恶心 真的恶心以后就少跟男人出去吃饭 要不要报警 让他们给找找 那得惊动多少人呢 弄不好 媒体也得知道 舒仙姐 你先别急 咱们 咱们 喂 喂 怎么没声音呢 你的女儿在我们手里 我要200万面额百元的现金 编号不许连在一起 不要新钞票 不能有记号 把现金放在260型的硬皮包内 如果通知新闻媒体或警察局 我就宰了他们 如果在皮包里装跟踪器 也一样宰了他们 你有48小时 我会再联系她 舒仙姐 千万别着急 咱们得赶紧采取措施 对 您真打算报警啊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你怎么知道她要报警啊 没看见我们家主任正播110的吗 我为什么不能报警啊 这不明摆着吗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您一报警 人家就会撕票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 就是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跟我们家主任单独谈谈 啊 怎么回事儿 老板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一个人有关 谁 种种迹象表明很有可能是那个 姓费的作家干的 他会吗 太有可能了 您想啊 他一直惦记着让你给他投资拍戏 可他现在知道 你对他彻底失望 不会再给他钱了 而且 他还欠了一屁股债呢 可是我已经帮他都还清了 他不能这么没良心吧 老板 这年头良心能值几个钱啊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什么事干不出来 他还挺会开价的 他明明知道 拿出两百万对您来说不算什么 看来 对方对您的底细非常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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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